因为美国7月份所公布了一份 2022年全球防治人口贩运评比 台湾是连续13年 都是获评为第一级 这是跟美国跟英国并列最高级的 而内政部当时还宣称说 官民是共同打击人口贩运 获得了国际的肯定 但是现在非常讽刺的 几乎同一个时间 台湾人被拣爆到了柬埔寨 去从事诈骗 而且是从这个已开发中国家 已开发国家被送到了落后的国家去 所以大家觉得赛赛太匪夷所思了 今天包括很多人都有做了回应 那我们看到呢 蔡英文其实在5月4号的时候 还在讲他的政绩 当时他有说了 他说过去两年的守住的疫情 创下了11年来最好的成绩 国际货币基金会表示说 今年台湾人的人均的GDP 将会达到36,000美元 看起来我们呢 这个民进党政府认为他呢 真的做得非常好 另外呢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5月19号也曾经说了 说呢 贡买力跟OECD38个国家来相比较 台湾是第八名 优于日本韩国 而且比英国法国等国家 去年投资率呢 创下了21年的新高 包含的出口的总值 外交的订单 都是破了4000亿 6000亿的新高 连续6年的调整基本工资 今年呢 调幅是15年最高 是军工教加薪幅度 25年来最高 所以经济这么好 经济是11年来最好 但为什么国人还需要去柬埔寨去掏金呢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在机场呢 警察举着什么呢 举着牌子 告诉大家说 不要去柬埔寨 不要去柬埔寨 就在机场好像是在卖东西一样 告诉国人说不要去柬埔寨 那看到有人好像要去柬埔寨 就会上前去告诉他说 你不要去柬埔寨 不要呢 变成诈骗集团的鱼肉 那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说了 政府呢一直讲说 国内的经济心心向龙 痛苦指数不断的升高 他说希望总统可以正视人民的困境 如果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话 谁想要冒险远走他乡呢 他说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了 怎么会想要去柬埔寨掏金呢 这好像是政府宣称的 经济历来是最好 基本工资不但上涨的幸福台湾 但是我们的新南向 怎么会就这样破功了呢 结果变成了柬埔寨人口翻院 我要先请教一下介大使 怎么苏正昌就说了 我们经济是十一年以来最好的 有这么好的话 干嘛还要去柬埔寨掏金呢 人民如果说安居乐业的话 干嘛还要去柬埔寨呢 苏正昌就是新的那个净汇地 净汇地 净汇地有并引演 就是说谁说 人家说老百姓都没饭吃 净汇地说 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呢 何不食肉迷啊 他就是现在的净汇地 他跟蔡英文都一起 觉得台湾好的不得了的 是民进党这些一品大员 还有这些皇亲国企 还有这些民进党这一帮子 通通在那边吃香喝辣 他们吃香喝辣六年了 当然好的不得了啦 太好了 日子台湾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尤其民进党这批人 你苏贞昌县搬到行政院 那个金华街的那个 那个行政院长官邸里面去 你知道他有几台冷气吗 我想可能不下20台吧 对不对 然后那个院子 他每天走出来的时候 哇外面花木浮苏 空气也好 然后呢外面也有警察 帮他警卫 那他当然是最好了啊 那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台湾400年都没那么好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过得好得不得了 可是这些数字是骗人的 因为他都是用平均数 你要看看现在台湾贫富差距 有拉的有多大 没有错 台湾现在满街都是豪车 对 越来越多豪车 是没有错 有很多人过得很好 越来越来越 可是呢 在那个社会所谓这种英文叫 这种被落掉队的人 落在后面的人越来越多 这些吊队落在后面的人 真的 现在你到哪里去看 我想你现在 现在现在六点嘛 对不对 你去看看我们火车站 台北火车站 现在已经各 大家已经把那个 那些纸板纸箱拿出来了 准备好了 有一些街友 他们其实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 就是住在台北车站 火车站附近的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然后呢 你去看看我们万华龙山市 对面那个公园 现在等再晚一点 人家把棉被什么都拿出来睡 真的睡了一屋一地 越来越多 那请问一下 这些人苏贞昌有没有责任 蔡英文有没有责任 对 蔡英文今天 她昨天脸书说 哇 宜兰的鸭嗓太好吃了 她跟我们很多在基层 在底层的台湾人是两个世界 那是不同的时空 对 虽然都住在台湾 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台湾 真的比较惨的 就是年轻人 你看这些柬埔寨人 差不多四到六万的这种待遇 他就已经愿意铤而走险了 四到六万真的 真的 这个对我们现在年轻的 从学校钢币来 是渴望不可及 是天文数字 是要赚那个钱 为什么会铤而走险 真的那个钱 你看也不过就四到六万台币 就会这样子去卖了命 也不晓得未来这样 那如果台湾我们为什么 我们今天讲得这么好 我们的最低工资为什么还不到四万块 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知道蒋经国当时设置老委会的时候 他第一年的设置的这个 最低工资就是一万八千台币 那对不起那已经快四十年前了 四十年台湾我们的最低工资 成倍都不到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这些人 他心里面没有基层 他基层是只有投票是为他抬轿用的 用后就丢 那所以就今天造成 其实民进党拿出来数字 他自己也相信好得不得了 那是因为他们都过得好得不得了 民进党这一批人 全部都过得好得不得了 陈明文丢掉三百万他都不在乎 对不对 你看看那个陈菊的侄儿 想做什么工作就什么工作 太多了 这个国英事业都是他们这些 黄青国企在分的 你看看一个6千亿 6千亿8千亿我们这个防疫预算 只要他们跟他们有关系的 对不对 怎么样 就什么 小吃店 卖墨水家的 都可以做上亿上亿的生意 而且不需要一点有关这些医材 医疗卫生的过去的时机 都不需要 然后你看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新竹的那个 林志坚主正这样 一个棒球场翻新 就可以花掉12亿 还中间还追加 本来八九亿要追加 然后那两个厂商都是怎么样 都是限制性招标 我这个给你赚就是你的 我不给你 别人都不要来抢 我就给你赚就是你的 民进党政府从上到下 天天都在搞限制性招标 限制性招标是什么 我这个反正是公共 我就给你做了 我就包给你了 反正那个钱也不是我的 是纳税人的钱 一出手过去三五百万 现在这个林志坚那个球场 12亿 12亿 12亿做成这样 还到处都是小石头 还造成的球员的受伤 对啊 你看看林志坚过得好不好 林志坚过得好得不得了 他准备想去美国过更好的日子 对不对 也不过做个几任市场 他过得好得不得了 真正好与不好 我们看柬埔寨这个事件就知道 我们台湾现在社会问题有多严重 真的 这些人是铁而走险 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台劳 台劳时代已经来了 而且这个台劳给的代价还很低 我跟你讲 泰劳他们当时来台湾的时候 都可以保证大概一个月赚三万块 那是二十年前了 对 而且是怎么样 合法的这些招聘 然后怎么样 还要签契约 然后人家泰国政府还在那边把关 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居然叫警察跑去拿一个牌子警告你 我就说这开玩笑 那以后很简单嘛 警察到那个有很多罪犯的地方 你干脆去举牌子说 这个地方不能住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抢案了 太多道 请大家搬家 我们的警察干这种事 丢脸丢成这个样子 还做得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在机场只举个牌子 你想想看这个有用吗 人家都已经机票买好了 就准备要登机了 登机的时候在电梯口看到你举个牌子 他会因为这个牌子 就立刻决定不登机了 把东西收一收回家了吗 有这种可能吗 他说已经准备要出国了 他已经要走了 他已经在机场都已经办好登机手续了 然后看到你举个牌子 他就会改变心意 这想法也太天真了 你政府当然要用更严格的手段 来处理现在所有要往那边的旅客 因为你要想清楚的是 这不仅是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也关系到台湾接下来 还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跟财力去救他们 你能挡下一个 你就扫就一个 应该从源头开始做起 就想 但现在是不是只有民间能做呢 我们今天看到包含的104 本来在真财的网站 把所有要去柬埔寨的工作 全部的先都下架 全部都先阻绝掉 就是我从民间的部分 我自己企业先来做 你政府没有管 那我自己先来做 我自己发现了 有这样的一个真人启示 要去柬埔寨的 我先把这部分全部都先下架 这是民间企业自己在做的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看到政府到底现在做了什么 除了我们在机场看到警察拿着牌子说 大家不要去柬埔寨以免受骗之外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说 那如果说生活很好的话 那干嘛会需要去柬埔寨呢 那而且政府为什么都不救人 其实都讲出我们大家心里头的很多的心声 的确就是看到这样的故事 其实很令人心酸 当然有一派的人去批评这些人 说因为你们贪心 你们想要赚高薪 你们想不劳而获 所以你们就被骗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这些人也是因为在台湾活不下去 那么特别是在过去这一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看到了因为很多疫情关系 在台湾没有工作 没有办法活下去 只好出外去想办法找工作机会的 这样的这么多案例之后 我心中的一个最大的疑问是 那你民进党政府过去这两年 告诉我们你纾困到底输到哪去了 对 我们编了这么多钱给你 你到底去纾困了谁啊 你到底是帮了谁的忙 那这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真的纾困 你真的有每一笔钱该到位的都到位 在疫情当中生活受到影响的这些民众 都能够得到政府的协助 那么也许这些人不必 为这样的一些这个高薪的这个引诱 然后最后冒险到柬埔寨去 而且第二点我一直在强调的是说 现在内政部丢出来说竹联邦东唐 你把东唐当作一个靶子 可是问题是 你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 你不能够因为说今天被大家指责了 然后你就告诉我们说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你不能因为说今天白狼张安乐去救了人 你就说好 就是因为这个竹联邦也在里头 这是我们的资讯 可是从头到尾你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那到底真的是东唐吗 还是有别的单位还是有别的帮派 这有这么难查吗 就今天如果连白狼张安乐 大概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了 去透过他的人脉管道去了解了 我们警政单位长期以来有这么多的县民 有这么多的黑白两道的关系 这有很难去理解 很难去找出问题的癥结吗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会发现从总统府到外交部 到警政署内政部 恐怕对这件事情都毫无作为 因为他们觉得这并不重要 他们觉得可能是少数人 他们觉得这些人你们出去了 你们遇到了困难 你们遇到了这个犯罪的行为 你们只能自求多福 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台湾接下来的选举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